十种最罕见的自然现象 自然界里的神奇景观 其实要远比电影里的特效更加震撼 卡拉通勃闪电 委内瑞拉的卡拉通勃河地区 是世界上打雷最频繁的地方 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夜晚 天空中都会不停地出现闪电 被人们称为永不停歇的风暴 而就在这片天空下的孔五米拉尔多村 更是入选了全球最危险的村庄排行榜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居民们大部分时间都要在闪电交织的环境里入睡 海底火山爆发 火山爆发的岩浆四处流动 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画面 在地球上已知的522座火火山当中 其中有68座位于水下 而水下火山的爆发就更加罕见 从海底喷出的岩浆 会一直上升到海面上 形成一个球体再向四周扩散 随后逐渐降温凝结 而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 以及铁化合物 都会被水下的枣类植物吸收 从而作为养分进行光合作用 冰海啸 你可能知道的是 海啸一般是因为海底的震动而产生的 所以在一些沿海国家 一旦出现强烈的地震 过后往往还会伴随着一场海啸 而在北极区域有一种特殊的冰海啸 大量的冰块随着浪花被吹到海岸线上 最高能积累到12米 不过这种海啸的破坏性并不强 反倒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 龙卷风 龙卷风通常出现在平原区域 由于地形平坦开阔 所以能移动很长的距离 在少数情况下 龙卷风也会出现在海平面上 强劲的气流漩涡 把大量海水连通鱼虾一起卷到半空中 在水到沿海的城市里 从而形成这种天上下雨的奇观 还有一种龙卷风 是和森林火灾一起形成的 旋转的气流极大的加快了火势的蔓延 一旦接近居民区 这种龙卷风的破坏性是最强的 荧光水面 你看到的这个画面 并不是某个电影里的特效 而是马尔代夫特的一种海洋现象 在每年不固定的某些时间段 水里会发光的浮游植物 会聚集在海岸附近 它们能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 就像魔法一样 尤其是在每年的新月时期 由于月光暗淡 在没有其他光源的干扰下 这种荧光会更加耀眼 海洋泡沫 这种现象2007年 曾经在悉尼出现过 大量的泡沫被冲到海岸上 让整座城市变得非常梦幻 不过这些泡沫的来历 可远远没有这么浪漫 海洋垃圾分解后的杂质 和水里的藻类浮游生物结合在一起 最后再被浪花冲到海岸上 如果这种现象频繁出现 其实证明着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 死亡冰柱 2011年 在北极的海底 海洋学家们捕捉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 由于温度过低 海水里的盐分吸出结冰 而这些冰由于含液量高密度大 所以会变成蓄状下沉 同时它的温度也远低于零度 在向海底延伸的过程当中 会杀死途中遇到的所有冻植物 冰川融化 根据NASA的卫星观测 在过去的十年里 南极减少了超过1000亿吨的冰块 而这些冰块融化 导致海平面上涨的这个过程 其实要远比你想象的更加迅速 根据学者们的说法 海平面每上升几厘米 都会引起飓风和热带风暴等灾难 云的形状 在不同的地区的各种气候下 云也会形成不同的形状 比如雪风上常见的透镜云 一层一层像是叠起来的 又或者热带的这种球状云 它们的形成和热带曲旋有关 以及澳大利亚的带状震尘风云 长度可以达到1000公里 圣埃尔摩之火 这种现象通常出现的建筑的尖顶上 在雷暴天气里 空气被离子化变成导体 而这些光亮 就是尖顶周围的空气 在导电时发出来的 圣埃尔摩之火这个名字 起源于三世纪的意大利 当时船上的水手看见桂杆上 围绕着一圈光 认为是得到了圣人埃尔摩的庇佑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